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件事 是我一个人的错 恩毙沧王毫无感性 三界极苦我知 苍生不义我也知 只是行旨 至今从未做过伤害过苍生的事 众仙家 已从未发生的事 来论行旨的罪 实在不改 那神君前些日子 在夏季 以止水树冰封东海十天十夜 违逆天道 以致神体受损 天外天已有所松动 瓦石腹下穿九重天而过 落入夏季 虽未伤人 但却让万请山林备毁 连绵大火在人间山中 烧了整整半月 雷以百计的山林土地 连日施法灭火 敢问神君 此事可否论罪 此事 是我的过错 已当论罪 那神君作为最后一位尊神 如今天外天 已与神君身体紧密相连 这一次 神君寻回避仓王 只是令天外天落实降下 那下一次他若再遇意外 神君你岂不是 要拉着整个三界来陪造 敢问神君 藏身 如何能安 神君莫怪 乌原仙君兴致严厉 但说得不无道理 还望神君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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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之有错 但只错在 妄动神力 违逆天道 而并非错在 心属一人 听神君这意思 是打算一意孤行了 这可不行啊 神君 万万不可呀 神君 天外天松动 我自有补救之法 人界山林烧毁 我也愿意承担走 可唯独省一 我一步也不会退